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唯宇心爱的女人 迪丽热巴如今付出了多少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大舞台上 迪丽热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 无论是她在荧幕前的出色表现 还是生活中真实可爱的模样 都让她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女神 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来自新疆的姑娘不仅颜值出众 还凭借不懈的努力和超凡的演技 赢得了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迪丽热巴这个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明星 今天我们探讨一下 她的成长故事和背后的那些暖心瞬间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维吾尔族的她从小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 小时候的热巴就对艺术充满了热情 随音乐舞动的她 似乎就是为舞台而生 在上戏的日子里 热巴的表现一直都很出色 她的努力和天赋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在眼里 她自己也知道 光有天赋是不够的 只有不断的努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站稳脚跟 大学毕业之后 迪丽热巴签约了家行传媒 然后在《克拉恋人》中饰演女二号 她的精彩表现已经让观众记住了这个有着精致五官的女孩 接下来 迪丽热巴迎来了她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剧中 她饰演了可爱又灵动的凤九 这个角色不仅让她的演技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也让她收获了更多的粉丝和关注 从此 迪丽热巴这个名字开始家喻户晓 除了影视作品 热巴还参与了许多综艺节目 比如在《奔跑巴》中 她以其活泼可爱的形象和出色的表现 圈粉无数 她的综艺感和真实不做作的性格 让观众们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热巴 一个在镜头外同样迷人的女孩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 迪丽热巴的爱情故事也常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虽然她一直把私人生活保护得很好 但在一些采访和节目中 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她对爱的向往和对亲情的重视 她曾多次表达对家人的感激 尤其是对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在她心中 家人永远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在光鲜的娱乐圈中 迪丽热巴用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和真诚打动了观众 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努力就会有回报这句话的真谛 她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地 只要心怀梦想并未知努力 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让我们从迪丽热巴身上汲取力量 学习她的拼搏精神 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 都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为未来的精彩掌握在自己手中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